看這個課程的內容 首先我們要介紹這個矩陣鍵盤的原理 它的到底是矩陣鍵盤怎麼樣去實現 剛才講說矩陣鍵盤就透過GTIO的方式就可以來做 其中4x4的矩陣鍵盤用到8根拼角 其中4根用來做input 就是把資料寫到鍵盤裡面 4根拼角是用來做讀取 待會再看為什麼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利用NodeM7U 如果說你有接了矩陣鍵盤之後就可以去做 比如類似密碼鎖的內容 最後就是把鍵盤裡面加了封電器 按了之後就會有低聲 所以這個chapter你就是要了解這個矩陣鍵盤的 這個原理 還有它的特色 其實這就叫做scan的方法 scan的方法 我們去掃描我們的矩陣鍵盤 然後就可以知道說到底你按了什麼鍵 另外就是我們 就會利用更多的pin角 所以你會對這個gpio的read跟write 你會有更深刻的理解 現在是用4個gpio當read 4個gpio當write 那當然就是剛才講的 你就是要加入這個風靈器 按了一下有b聲 來代表說你有按了這個碼 不然一直按 Node的門不開 可能你根本沒有按成功 所以用b來反饋 所以說你已經按成功了 好那我們就